他叫杰克和弟弟杰瑞一样都是虔诚的教徒 每逢周末就会到教堂去做礼拜 两人在一家冷冻肉食店干着一份普通的工作 可一次意外却彻底地打乱了兄弟俩平静的生活 这天两人下班后相约来到了一间长区的酒吧 碰巧多年的好友长毛也在这里 大家把酒言欢举杯畅饮 一直玩到了午夜时分还不愿离去 可这时酒吧的老板却说 原来近期俄罗斯的黑手党正在大肆收购房屋 很快这间酒吧也被他们强制征收 杰克三人听后大为震惊 长毛作为意大利帮派的一名小弟主动站出来说 可酒吧的老板不愿将此事闹大 于是拒绝了长毛的好意 几人证书话间 俄罗斯黑手党的人便来到了这里 围守的光头直接力声呵斥众人滚出去 甚至还一把打碎了杰瑞递出的小杯 镜头一转 光头已经惨死在了一处狭窄的巷子里 警察很快也赶到了这里 可面对光头这样离奇的死状 所有人都显得束手无策 无奈只能找来了FBI的神探保罗前来帮忙 只见他缓缓地戴上了耳机 在一阵节奏优扬的乐曲之后 保罗根据地上散了的碎布 以及尸体上血迹的分布 推测出光头应该是死于高空坠物 可凶手到底是谁还需要进一步的调查 不久之后 酒吧的老板便神色慌张地找到了杰克两兄弟 说着便将保罗的名片交给了杰克 可杰克此时却十分淡定 毕竟自己那么做只是出于正当防卫 于是兄弟俩一路搀扶着来到了警局 主动找到保罗坦白了一切 原来那天光头带着几名俄罗斯黑手党的成员 来酒吧闹事 争吵间直接将长矛给打倒在地 随即酒吧里的众人便蜂拥而上 瞬间便制服了光头等人 愤怒的杰瑞更是将光头绑在了吧台上 直接一把火点燃了他的屁股 隔天一早 恼羞成的光头便带着一名杀手 找到了杰克两兄弟的家里 一脚踹开房门之后 便将杰克的手绑在了马桶上 然后用枪抵着杰瑞的脑袋 将他拉了出去 准备为昨晚的事讨好的出一口恶气 眼看自己的弟弟身陷险尽 杰克爆发了惊人的力量 竟然徒手拔起了地上的马桶 一步步地来到了天台之上 与此同时 光头已经将枪口对准了杰瑞的脑袋 就在他准备扣下扳机的时候 一个马桶从天而降 光头当场就没了呼吸 杰克也因为巨大的撞击昏了过去 杰瑞见状 抡起地上的马桶盖 将一旁杀手的脑袋打了个稀巴烂 然后搜刮完了两人身上的全部财物 背着昏迷的杰克 便火速逃离了现场 保罗听完兄弟两人的讲述后 非但没有对其进行抓捕 还称赞他们干得漂亮 警局的局长 更是直接对媒体放话说 听闻此消息之后 长毛高兴地来到了警局 为杰克两兄弟送来了换洗的衣物 可兄弟两担心俄罗斯黑手党的报复 于是决定先在警局里住上一晚 隔天再悄悄地离开 就这样 兄弟两人在警局的地下室里度过了一夜 大雨倾盆而下 雨水透过房顶 滴在了熟睡的兄弟俩的身上 这时一阵神秘的祷告声传来 杰克两兄弟似乎是受到了上帝的感召 随即便决定组成正义小队 去摧毁这世间的一切邪恶势力 杰克和杰瑞从警局出来之后 第一时间找到了一个黑市军火商 在拿出了之前从光头身上搜刮的财物之后 便开始选购所需的枪支弹药 手枪 麻绳 匕首 短刀 兄弟俩很快便装了满满一袋子的武器 随后开始了两人作为处刑人的征途 他们的第一个刺杀目标就是强制征收酒吧的俄罗斯黑手党老大 很快还在床上温存的神探保罗便接到了电话 俄罗斯黑手党的大本营被两名神秘刺客给团灭了 保罗挂断电话之后第一时间赶到了现场 根据现场的血迹分布以及黑手党成员的死状来看 保罗推断杀手应该是身高相同的两人 而事实也确实如此 两兄弟在一切准备就绪之后 一路沿着通风管道爬了进去 不料半途却迷失了方向 就在两人争执不休的时候 通风管道突然断裂 兄弟俩瞬间从高处跌落下来 在麻绳的牵引下 兄弟俩人倒挂在半空 快速拔枪瞬间射杀了在场八名黑手党成员 面对谨慎的黑手党老大 兄弟俩人在念完导词之后一枪爆头 干脆利索地解决了他 可就在两人拿上钞票 准备离开这里的时候 房外却突然传来了一阵门铃声 杰克连忙通过猫眼向外看去 来人竟然是伪装成服务员的长矛 兄弟两人随即便决定戏弄他一下 在房门打开的一瞬间 直接将长矛按倒在地 然后拿出枪逼问他来此的目的是什么 被吓得六神无主的长矛 喊言说自己是受意大利黑帮头目老王的调遣 前来刺杀俄罗斯黑手党成员的 可细心的杰克却发现 长矛携带的是一把只有六发子弹的手枪 杰克和杰瑞看着长矛手足无措的样子 实在忍不住笑出了声 随即摘下面罩 一路狂笑着回了家 长矛随后表示自己也想加入正义小队 他再也不想忍受任人使唤的生活了 三人举杯畅饮喝得烂醉 隔天一早长矛准备回去向老王复命 可杰克却将他拦了下来 并说道 你有没有想过 你的老板可能根本没想到你会活着回来 九个人六发子弹 很显然 这就是在看着你去送死啊 长矛对于杰克的话表示无法相信 他不愿意承认 自己誓死追随的老大会抛弃自己 于是他一路跌跌撞撞的来到了一间餐厅 碰巧在这里 长矛看到了两名正在取笑他的帮派手里 愤怒的长矛随即掏出手枪将他们全部射杀 临走之前还开枪打死了那个多嘴的餐厅老板 这一次长矛彻底相信了杰克的话 原来自己混击帮派这么多年 到头来只不过是一个随时可以被抛弃的棋子而已 为了给长矛出这口恶气 三人随即决定展开报复 当天晚上 他们便找到了俄罗斯黑帮的二当家胖子 胖子中日花天酒地沉迷美色 每周三都会找脱衣五娘来消磨时光 这天杰克三人早早地候在这里 戴好面罩拿上手枪 在破门而入的第一时间 直接开枪将胖子打倒在地 可愤怒的长矛依旧不解气 于是手持双枪 将这里全部的嫖克都打成了筛子 不久之后 神探保罗再次跟随警方赶到了现场 看着眼前的一片狼藉 保罗再次陷入了沉思 之前推测的是两名身高相同的杀手 可根据这次现场的情况来看 应该是三人合伙行凶才对 可保罗依旧坚信 这两起凶杀案必然有联系 如今真凶还逍遥法外 保罗却对此毫无办法 另一边 意大利黑帮的大当家老王 找到了自己最信任的心腹强哥 命令他想尽一切手段 尽快地解决掉长矛这个祸害 如若他有朝一日 将帮派的黑料散播出去 后果将不堪设想 于是强哥找到了帮派里 最恐怖的杀手 公爵 此人被关押在一处 看管严密的监狱之中 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恶魔 此次 为了以绝后患 强哥花大价钱 将公爵给保释了出来 毕竟 阿尔当家胖子已经被杀 老王也不想终日生活在恐惧之中 此次公爵重新出身 势必要掀起一阵血雨腥风 杰克三人围坐在桌前 商讨着下一个刺杀的目标人物 长矛告诉他们说 自己认识一个叫龙叔的人 此人心狠手辣 杀人如麻 曾经为了一点酬金 亲手杀死了一家人的性命 就连女人和孩子也不放过 是个毫无感情的杀人机器 除此之外 龙叔和意大利黑帮也来往密切 每周六都会在自家设业 款待众人 杰克和杰瑞听完之后 当即就决定前去刺杀龙叔 也算是替天行道 成恶扬善了 第二天 保罗便再次接到了报警 等他到达现场的时候 凶手已经再次没了踪影 看着面前汽车上密密麻麻的枪孔 以及接到两旁破碎的玻璃片 保罗根据自己多年的探案经验 大体上还原了当时的枪杀场景 杰克三人乘坐汽车 来到龙叔家的门前 在挟持了龙叔的妻子之后 顺利地进入了龙叔的家中 大门被打开了一瞬间 杰克 杰瑞和长矛三人火力全开 朝着面前的黑帮成员 就是一顿扫射 来不及反应的众人 硬身重枪倒地 他们枪法精准 手段利索 就连躲在台球桌上的两人 也难逃厄运 纷纷被开枪打死 可这时 长矛却发现龙叔并不在此 就在他狂躁地破口大骂之时 背后的房门突然被推开 长矛来不及细看 下意识地就朝他开了一枪 而当他定睛忘取 此人正是龙叔 长矛吓得拔腿就跑 在杰克和杰瑞的帮助下 长矛终于勇敢地将龙叔按在沙发上 用台球硬生生地砸死了他 眼看刺杀任务圆满完成 可就在杰克三人准备离开的时候 龙爵却出现在了龙叔的家门口 他二话不说 举起双枪 朝着三人便射了过去 在以一敌三的情况下 龙爵也不落下风 杰克的大腿 杰瑞的手臂都被打伤 长矛的一截手指 更是直接被龙爵给打飞了出去 眼看三人就要被龙爵给杀死了 好在这个时候 龙爵的子弹打空了 三人这才算是捡回了一条命 狼狈地逃离了此处 虽然保罗分析了头头是道 可对于凶手是谁 他依旧是毫无头绪 暴怒的他彻底陷入了疯狂 却意外地在地上 发现了长矛的那截断指 回到警局之后 保罗通过指纹的比对 确定了长矛的身份信息 又回想起那天 长矛来接杰克兄弟两人 出狱时的场景 这才恍然大悟 原来他一直怀疑的 两名身高相同的凶手 正是当时被无罪释放的 杰克和杰瑞 第二天一早 杰克两兄弟又开车 来到教堂做礼拜 长矛则一个人 待在车里等他们 这时 醉醺醺的保罗 从酒吧里 摇摇晃晃地走了出来 碰巧被车里的长矛看到 考虑到保罗 一直在追查凶手这件事 担心身份败露的长矛 决定趁机将保罗给杀了 以绝后患 保罗一路来到了教堂之中 长矛也紧随而至 他用枪抵住神父的脑袋 准备逼迫他 开枪打死保罗 好在这时杰克冲了过来 拽住长毛的头发 将他拉了过来 威胁他说 只要感动保罗一根头发 就打爆他的头 而此时 保罗也听到了杰克的声音 于是故意向神父说 自己的职责 就是捉拿凶手归案 可法律 总是有太多的漏洞和局限 无数的混蛋 都因此逃过了审判 可最近出现了两名神秘杀手 却用一种更为强硬的手段 弥补了这样的过失 虽然自己也相信 他们不会滥杀无辜 可作为FBI的成员 这件事 着实让他很是困惑 而神父却告诉他说 上帝的法律 是高于人类的法则的 所以 不要再纠结了 上帝自会给你指引 在得知了保罗 其实是知识的态度之后 杰克等人 立刻电话联系了他 把最近所有的事 都如数告知 并坦言说 今晚他们会去刺杀老王 任务完成后 便会逃亡纽约 重新开始新的生活 可谁知 狡猾的老王 早已布下了天罗地网 杰克三人 很快便被抓了起来 为了能彻底解决掉 这一麻烦 老王命手下 用酷刑逼问三人 看还有没有 藏匿起来的同伙 见三人都不愿开口说话 老王直接一枪打死了长矛 随即又命人严加看管 剩下的杰克兄弟两人 等待着公爵 来做最后的了断 与此同时 保罗也听闻杰克等人 被抓的消息 于是男扮女装 利用美色 成功地潜入了老王的家中 随即 开枪射杀两人放手的小弟 可不料下一秒 却被身后的一个黑衣人 给打晕了过去 而此人 正是姗姗赶来的公爵 另一边 长矛的死 彻底激怒了杰克两兄弟 于是 他们趁老王不注意 杰瑞硬生生地 剔断了杰克的手腕 成功地挣脱了束缚之后 他们杀死了留下来的看守 然后 跪在死去的长矛面前 为他迎送起超度的导文 可此时 身后的公爵 已经举着枪走了过来 当他听到兄弟二人 口中的导词之后 又默默地收起了枪 原来 这段导词 是从先辈那里传下来的 只有家族的内部成员 才知道 而公爵 也正是杰克杰瑞两兄弟的生父 三个月后 老王终于被逮捕到了法庭之上 可由于没有强有力的证据 他最终还是会被无罪释放 不过 经历了这么多之后 杰克又怎么会轻易地放过老王呢 于是 他们父子三人联手 拿着枪 闯入了法庭之中 当着所有人的面 以胜负 圣子 和圣灵的名义 开枪 射杀了老王 这部上映于1999年的 动作犯罪电影 处刑人 是一部全程无尿点的 劲爆双片 邪不胜正 替天行道的主题 贯穿全片 有一些打斗和爆破场面 采用的慢镜头 也是看得人血脉喷张 时不时 穿插的冷幽默 以及兄弟两人日常的 打去斗嘴 都使得这部原本冷冰冰的 复仇电影 横添了一笔乐趣在里面 另外 据不完全统计 全片仅fuck这个词语 就出现了254句多 我也真的是fuck可说了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如果想表达对我们的支持 就给我们关注 点赞和转发吧 下期节目 我们不见不散 拜拜